男人刚走进电梯 就撞上一个面壁撕过的人 他就像是雕像 处在那一动不动 诡异的是 电梯每上一层就会开门一次 甚至帽子哥还会说 随后男人赶紧扭头一看 发现帽子哥正诡异地冲他微笑 这时电梯灯光不断闪烁 男人趁机赶紧打开电梯 逃了出去 而帽子哥还在展示自己迷人的笑容 男人本以为终于摆脱了帽子哥 可他发现 帽子哥突然出现在他前面 吓一 随后男人赶紧大跑 狭小的过道 让紧张气氛更加紧张 好在他在过道处看到一个废旧的衣橱 直接躲了进去 在里面 他看到帽子哥不断在寻找他 并在衣橱前不停地徘徊 可抬头一看 帽子哥直接出现 男人被吓得直接昏死过去 好在当他醒来后 男人已经消失不见 一般人经历过这些 一定会离开这个鬼屋 可男主偏不信邪 非要知道不能知道的事情 当他打开房门后 直面而来的 就是数不清的诡异符文 再次传来帽子哥的动静 男人被吓得赶紧躲进这个衣橱 可他却发现 无论怎样都推不开柜门 没一会柜子里 就传出男人的惨叫声 他也永远地消失在这个地方 故事告诉我们 好奇心不能害死猫 但不能去的地方 尽量就别去